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27号报道 在美国德萨斯州边境移民矛盾不断升级之际 美国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马乔利·泰勒·格林日前发文 呼吁由共和党控制的红州与由民主党控制的蓝州进行国家离婚 格林所谓的国家离婚就是根据政治意识形态 将国家分裂为红色共和党州和蓝色民主党州 报道说格林发表该言论时正值德州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与联邦政府 就移民问题矛盾不断加剧之际